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我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们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热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平经济反网报》 好了,今节我们讲讲澳洲的事情 其实早前澳洲联邦政府公布了所谓的《香港人避风港移民政策》 的确说,现在很多人,包括有些网友的朋友 以前来过读书的人都问我 怎样搞啊?很想回来啊 香港过不了日子了 其实他也不是过不了 也赞了几皮一个月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想 还不用供屋 因为他和他爸爸住的,住私楼的 Anyway,不要紧,他们觉得过不了过不了 好了,现在澳洲因为要阻挡Omicron变种 即是新的新冠变种 只可以延迟开国的时间 由12月1号 延迟到12月15号 估不到他们就开始起哄了 那帮黄友留学生就说 单出又淡入 开关又封关 其实没有开过 没有开过 怎样开? 是12月1号开的 还没开,他已经说不开了 那怎算开关又封关呢? 是延迟开关而已 是要视乎疫情的发展如何 现在很不明朗 现在很不明朗 其实我们也说过 每个国家有反应 都是很正常的 都是很正常的 虽然联邦政府推迟了重新开国境的时间 但是 不知道你们这帮黄友有没有那么幸运 新南威士州有些留学生试点是不受影响的 几百名留学生 下星期就回到识里了 但原来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真可憐 是不是很妒忌? 因为他们本来是有签证的 报道说 这个是来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 就说 一架250名留学生的包机 就会在 12月6号降落在澳洲的逝离 由于Omicron变种 来到澳洲 现在我们是有六个人买惹的 目前外有的数据 是的 澳洲对留学生和技术移民 推迟了时间 由12月1号推到12月5号才开国门 虽然如此 但新南威士州的留学生试点计划 是没有受影响 我想他们不是这批人 因为这批人多数是中国人 我之前说过 很多澳洲大学 宁愿包机 大家夹钱 百多两百万澳币 好过是几亿 是吗 再一点 迷范班主来 是 没错 这意味着 虽然联邦政府的立场很强硬 但仍然有几百名留学生可以入息 当然 那些人一看到这条新闻就说 为什么被强国人进来 因为他们之前有签证 你们是新来的 他们应该是很早回来的 难听点说 他们是被 我记得有个留学生说过 被偷走了两年 疫情真的偷走了很多人的两年 你是今年才有所谓的 什么东西避风港计划 香港人避风港计划 他们一早就已经是学生了 另外有些人就说 强国人肯定有 没毒的 就是 没毒的肺炎 我最争论听到这一句 你证明你们没有吗 是吗 让他回来 当然是有两制疫苗接种 还有其他相关的防疫措施 什么时候你会出声 就是了 什么都扯到很远的 然后就说 弹出又弹入 你不是和林郑一样 比林郑和689还差 比林郑和689还惯什么事 有你这些 真是听到嘔吐 他们很常都这样说 什么都要扯到什么黄蓝 什么几个东西 要么就 林郑689 就是习近平 要么就讲共政权 这些是万藤奇来的 真的 你把你那些 不满 不开心 失意的东西 你找一个借口 找一个对象 不起点 是 以前就是新移民 现在就是特区政府 或者是习先生 现在没有了自由行 这样就没得说了 没得说了 对了 他就说 为什么 让这些强国人进来 我们香港人就要12月15号 因为他们一早就订了 为什么 人家真的超前部署 而且人家的商务政府 是叫他们回来的 还有 他们读的大学 很贵的 很多都 难道找你们那些 什么东西 大学 很快的毕业 不用上学 都可以拿到签证 拿到什么移民 那些材料 别人不是读这些 大陆人很少读这些 是极少极少数 是那些 叫做 其实是没有 我认识的人 是基本没有 因为他们来到 是读好学校比较多 回到去 可以找工作 就比较漂亮 或者 在本地找工作也比较好听 其实根据最新规则 来自南非 索莱托 还有博持 雅纳 津巴布委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艾斯 雅蒂尼 和 瓦拉维 的非澳洲公民 被禁止入境 而上述国家入境的人士 在入境后要隔离14天 即是 他们是经过上述国家 但是有澳洲的 Citizenship 即是公民或是PR 都可以回来 不过就要隔离 这个差别就大了 B&O哥听一下吧 没错 与此同时 所有的海外 旅客都需要入境后 在家或住所隔离72小时 并且取得阴性报告才行 自由党的副党会 Steve Aries 他就说 现在 新南威士州的公共卫生令 入境的留学生需要隔离72小时 他们将会在 Retford 以前很复杂的 现在很漂亮 现在的房子很贵 以前是澳洲差不多最复杂的地方 宿舍隔离三天 澳大利亚港部公司就说 今次回来的留学生 来自不同国家 不过 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新加坡 没有一个来自南非 居然是没有总国香港 来自香港 说真的 香港有些没有回去 我认识过香港 在这里一直 两年都没有回去 他就说 新南威士州会继续监测 Omicron的变种 作出适当的调整 希望大家稍安无物措 联邦政府 已经批准了新南威士州继续这个计划 联邦政府也批准了 当然 你说 他就说 但出又但入 可耻 港共政权一样 说来说去 总之不合你意的 其实很简单 不合他意的 港共政权 蓝丝 是吧 要么 就是臥底 习近平那些 亦有人说到自己很大支 澳洲那么缺忍 都不让我们香港人回去 又封几个月 我看看你什么时候 当时 你自己回不了 就不要骤人 是吧 到时你回来怎么办 另外亦有人说 千万不要 我会赶着 赶着回去申请签证 原来他就打算申请485 哦 是不是47岁那些 没错 你说得对 那些是害怕的 那些是很紧张的 时间真的是金钱 对 所以这位叫Stephanie的 阿姐其实也很出名的 在全部 澳洲的黄友圈 他就是其中一个47岁半的人 所以只可以回来 是的 我明白的 真是 很大风险的 47岁半 两年之后49岁半 那么不怕的 上次我们说的黄台 澳洲黄台的S 他们都说 49岁11个月递交都可以 你就试一下 是吧 另外 亦有人说 确定风两周 不用担心 其实是两个星期而已 亦有人说 无端端 真黑衣 这些政府 你又来 对吧 亦有人说 香港也对澳洲风 都公平的 有人真的是那天飞来 就是我们今天 12月1号 他说 唉 飞不了了 好惨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其实不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全世界都很明朗 有什么问题 亦有人说 整个月份 机票又难买 我很早就 订了 多辛苦才破了机票 现在又不用想了 一月份就开学 我都很担心 过了年龄怎么办 唉 唉 真是很无奈 有人就说 希望Omicron 立刻断纳 怎么断纳 那么容易吗 你是落纳医学奖吗 撑你 是吧 其实 现在是两个星期而已 不过 联邦政府亦说 将来先看看 又或者 整个圣诞风都不出奇 这个真是没办法 糟糕 那 只可以这样 其实联邦部长昨天 亦说会继续开会 讨论 是不是 现在对技术移民和留学生推迟两周是足够的 可能会继续封到 圣诞节 或以后 当然 对于所有来说 我们都说过很多次 这个Omicron的变种 是全世界都是一个 unknown 未知的 是需要时间去研究的 和Delta变种完全不同 联邦内政部长 Caren Andrews 他说 每个州和领地目前采取的态度 是明智的 但是很多民众都担心 圣诞计划又被破坏了 所以希望各个州 各州的周边界的措施 快点明确 现阶段似乎没有必要改变周边界的限制 其实我们一直都封得很糟 很紧的 塔斯曼尼亚州和坤士兰州 还有西澳 也是 唯一改变的就是推迟了留学生和技术移民 暂时 希望他们忍耐一下 有人就忍不住了 就说 他们以前不是说 哎呀 这些大陆人 最喜欢 就是办大事 现在这些都办大事 就说 你看澳洲的经济数据多差 因为有人分享了我们一则新闻 就来自ABC ABC就说 根据经济学家 今天12月1号的数据 就会公布了 预测什么呢 就是第三季度 澳洲国内生产总值 即GDP 可能比上一季度 还要下跌2.5% 因为 这个墨尼本和色尼是之前封城 那些港里就很开心了 都说的了 不让我们回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不关事 其实也关小点事 但是 你们在这一两个月才是 冻起来 关你什么事 其实是绝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和印度留学生 不能回来才是关事 他们占好小巴仙 香港那些 澳洲官方就说 就算给你全部人 拿这个 香港人避风港计划 可能只有八千多人 所以说 现在有资格 因为很多 你只是拿过留学生签证 或者有些只是拿了一间学校的批评 你说什么 你还要走 这条路 真心地说 你不要说自己好像疑硬民似的 到时 澳洲政府一个转身 你就不碰了 如果 第三季度 这个GDP在下或2.5 也是 2020年4月到6月 下降72% 最大降幅 也意味着 澳洲的经济表现 最差的两个季度就发生在疫情 这个很多地方都是 是 我们看到澳洲央行已经暗示 疲怨 经济的结果 令大家都很有挫折感 这个也是废话 不过 我们依然要保持乐观 就情景来看 经济可否大幅度复苏 取决于新变种Omicron 的情况 这个我都知道 其实是废话 大家也很无奈的时候 你们说到什么 弹出弹入 其实没有弹出弹入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开过 你说什么弹出弹入 他都没有开 是吧 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 对于小弟来说 他原来很多人报了塔斯马尼亚的大学 好害怕 我儿子学坏 大马sir怎么办 我现在很害怕 幸好我儿子 不会说通话 我儿子大佬 那说回其实 澳洲各州 和领地 是有不同的措施 那么 昨天 由于这个Omicron 继续传播 每个州都是不同的 我们刚才说过 新南威士州 塔斯马尼亚州 真是对不起 你们受算申请了 签证的话 就算你们有学生签证 其实很多人拿了塔斯马尼亚州的 学生签证 只大话 以后我怕 我怕在街上吃饭 因为会举光时期 我们一直都要平静惯 其实 塔州的州政府 说除了新西兰南岛以外 任何在10月28日或者以后 在海外 超过14天的人 都不能进入塔斯马尼亚 很严格 任何打算前往塔斯马尼亚的旅客 如果在 12月28日 即是星期日 之前的14天 在海外到过一段时间 就必须获得批准才可以成为 必要旅客 必要旅客 就要在抵达 前的72市时 提供音声报告 以及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 但是 但是他们依然需要隔离 以及遵守其他规定 所以他们不会来得太贵了 另外 维多利亚州 除了联邦政府的措施之外 所有海外抵达维州的人 现在都需要提供72小时的 叫做核酸报告 到了之后 再需要隔离72小时 以及再接受一次核酸报告 那也正常 其实是很正常的 说真的 做两次是很正常的 另外 现行的公共卫生令 旅客在到达维多利亚州之前 必须持有 国际旅客 旅行许可证 所有海外到达的人 必须进入维州24小时 以及第五日第七日 全部都是CPR检测 嗯 这样也挺厉害的 曾经去过那九个非洲国家的人 更加不用达了 不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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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澳洲已经禁止了 不用广州了 因为人们进入也不能进入 所以 很多人都 申请了塔斯曼尼亚的大学 现在 又是要推一推 塔斯曼尼亚州真的很严厉害 很严厉害 本地什么都是严厉害 因为是小岛 当然 现在澳洲政府说 大家要冷静 留学生也只能等多15天 不需要罵政府 虽然我也经常罵摩总政府 但这件事我认为公司公非 他们担心不止15天 是的 这个变化可能在15天中 可能会有很多 我意思是疫情 是的 所以有些人担心整个圣诞都没得回来 是的 过了圣诞就很快到新年 一新年 一月底开学 你真的不一定能买到 机票 真心地说 他们担心也是有理由的 这是现实 我只觉得 但是有时候你担心也没用 是吧 不如这样吧 祈求一样东西 就是快快脆脆 疫情簿 是吧 当然 真的很多人问 47岁可不可以移民 我看到都心寒 不是说笑 我看到都心寒 他们想听到正面的答案 但是 始终有个风险在那里 你太问了 是的 没错 没错 他们也说 现在 究竟澳洲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人回答你 对不起 真的没有人回答你 我也回答不了你 因为这些东西 政府也回答不了你 我们怎么回答你 是吧 那当然 你就说 政府是这样的 为什么跟香港一样 变来变去 疫情变来变去 那么他就变来变去 撑你呀 是的 这些真是神经病 所以社长说得对 其实 香港也有很多刁民 不是说笑 我们看到 现在 就算在 香港 我现在进了一些论坛 有些人在香港没有回去 现在还没拿到4005签证 你还说 你还想着这么理想 因为 疫情 人手都少了一点 是吧 效率没那么高 不要经常以为是想当然行 那个中介 当然跟你说 找专业人士最好找他 是吧 他有这样的皇台去推荐 总有傻人去中招 总有傻人是肯去的 是吧 但是我们 就是 虽然你们觉得 整天取消人家 不是 这个是 用其他一个方式 去无奈表示 哎 真是 究竟是不是 真的需要这么赶去移民呢 是吧 我就觉得 停一停想一想 47岁 带着两个小孩 这个很extreme 的个案 是 还有你是不是真的考虑了 IOS 4.6可能很多香港人都考虑了 现在我不知道 有些香港人的英文水平退化得挺厉害的 所以真的不知道 但是 有一件事我就想问 一问你们 当你真的五十岁的时候 你还是 很辛苦地 做assignment 经常挨痛痴 可能他们读的那些没那么辛苦 我不知道 但是 人家都是 即是五十岁都是在享受 一些成果 前二十年的打平 可能就慢慢开始收成的时候 你还是这样做的话 即是很辛苦地读书 或者你觉得很容易 究竟值不值得呢 不要说澳洲政府 虽然我们也经常批评澳洲政府 大家知道我们对澳洲政府没什么好感 但是 你说它但出但入 是真的不公道的 我们说话是很公道的 它现在是防疫不防疫 难道是引你们来吗 买张机票就由这帮 黄友的留学生立刻来吗 原本也是按照计划进行的 但可惜有一个新的变种 是的 事实上是打乱了很多人计划的 坦白说 如果你很吻水的话 或者你真是 真是这个 想着在一月份 入学 是47岁 10个月 我不当你11个月那么无聊 10个月 你觉得 会不会真的赶得上呢 会不会真的赶得上呢 这个个案可以让大家知道 其实有很多变数 你没想到 是的 你计算得这么紧 真是 我不知怎样说 太乐观了 有很多变数 什么10万港元 这些根本是不理智的 你当然说我确实要找到工作 有些人说破夫沉舟 激发人的潜能 但很多人都是 难听点说 是混沌异香的 是吗 跟我太公出去 那些 很多是堂兄弟那些 很多人是一世都回不了家 一世都没有跟亲人相认 出去了就出去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当然 以前的年代 就比较可怜 但现在没有这样 我们之前说过例子 就是加拿大的女孩 由于 这个 有这个 事故 马路事故 27岁的 对了 令他云断异香 他父母 去的时候 即是去加拿大第一次 就是 带女儿的东西回来 当然包括 遗体或者骨灰 是吗 教育室 是否真的值得呢 当然 你可以说 没有那么难的 很多人都能捱过 那很多人都捱不过 我老爸经常说 要自己看自己 是吗 经常说 那么多人都行 为什么我不行 这句话是不对的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每个人 都是不一样的 现在 15天 大马sir 说得对 这个变数 你们已经在 呱呱吵了 将来还有变数 你怎么办呢 你预计不了 是的 如果将来 一个移民政策 大转身 你们怎么办呢 花了几十万 光复澳洲 时代革命 行不行 澳洲警察和你 当时 你应该 应该都很糟糕了 我和你说 这个是 这个是不实际的 最搞笑 那些人 就说 香港教育制度 一向为人咎病 我现在 去澳洲 就是刚才那个 说自己差不多50岁的时候 小孩子家长 甚至老师 都感觉特别辈 加上环境问题 但是住屋 这么差 这么恶劣的政治气候 真是令人 呼不过气 为什么 不想一想 何不 政极私董 移民澳洲 令到小孩子 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发挥独立思考 其实在哪里都可以独立思考 说句老实话 对吧 没有压力的环境 这个是乱差的 澳洲没有压力 真的 我都说过 现在很多人都补课 你 难听点说 你是否想去那些最差的学校 那些同学最差的 那你就没有压力了 你想想 他们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人 那真的 你们自己想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